4月份由于黑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反弹 该省高中毕业年纪又再次停课 随着黑龙江省内连续多日无新增病例出现 疫情好转 黑龙江省教育厅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下发通知 5月25日黑龙江省高中毕业年纪将返校复学 5月28日初中毕业年纪也将返校复学 为了确保师生安全有序返校复学 哈尔滨市初高中毕业年纪的师生及家属将进行核酸检测 师生核酸检测合格后才能返校 5月22日记者对哈尔滨市南杠区某高中进行了走访 在学校操场记者看到 等待检测的师生正在排队等候 检测室内检测机构人员准备就绪后 师生排队通过红外测温后进入检测室采集烟湿子 记者了解 此次哈尔滨市对于核酸检测的师生全部实行免费 截止到22日 哈尔滨市南杠区已经组织了15276名学生 10554名学生家长 以及3000余名教师和家属进行了核酸检测 教育局要求初中和高中的毕业学年要做到应检进检需检必检 截止到今天我们已经组织了万余名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以及家属进行了核酸检测 做到了确保初高中毕业年纪安全返校复学 记者从教育部门获悉 哈尔滨市高中毕业年纪复课之后仍将实行小班授课 第一周放学时间不晚于18时 上下午要安排体育锻炼时间 中午休息时间不少于80分钟 目前哈尔滨市教育部门除了对师生及家长进行核酸检测外 各学校也将加强校园内防控措施 全面实施校园封闭管理 我们学校为了保证25号正常复课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第一个呢 把好测温管 在门口呢 我们就进行测温 让学生体温正常的才能够进入学校 第二呢 把好消毒管 我们每天呢 按时进行查查消毒 第三呢 把好通风管 我们被我们的整个的校园区域 特别是室内区域进行开窗通风 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 第四个呢 我们进行小半额授课 并保持正常的社交距离 通过上述措施 确保25日 我们学校师生能够安全正常复课